發展、推動單車有線政策 我自己更加是高比比的其中一個用戶之一 所以我們看到其實共享單車的整體行業 包括高比比自己本身 在香港面對很大的困難和很多的挑戰 由它一開始推出的單車被扔下河 被受破壞、偷 去到發展到後期 在社區又帶來很多違法的問題 和市民互相爭奪這些單車拍位等等 我們看到政府從來都沒有制定過 共享單車的行業相關的政策 沒有在法律上或者在政策上 確認過他們的角色和位置 所以也都沒有相關的硬件的設施、配套 更加沒有規管 在沒有規管、沒有配套的情況下 共享單車就變成與民爭利 就變成帶來社區矛盾的一個物體 所以在整個政策是停留 也都是一個混沌的狀態下 是令到這些共享單車的行業發展不到下去 單車有線的政策是走到去樽頸的 我們看回全世界的例子 全世界的國際城市裏面 共享單車都是在社會裏面 一個很重要的位置 我們看到世界各地 譬如英國、倫敦等等 共享單車的行業 在政府的政策的容許和鼓勵下 簡直可以做到公私營合作 是有商界可以投資在共享單車的網絡裏面 亦都是受到市民深受歡迎 亦都是重要的市區的交通工具之一 全世界的共享單車的行業 政府都會有規管 甚至是給一些專用的泊位 和在街上畫出指定的位置 是給這些共享單車 給市民去使用 但是香港政府正正就是停留在 沒有任何政策 所以那些單車就放在街上 完全沒有枉管 還停留在我們怎樣對待這些所謂共享單車 原來政府就覺得它是一般的 是市民的單車的違法的方法去處理 去到充公 去到將它們沒收 香港的共享單車的政策是非常非常之落後的 所以我自己在立法會 都作為在議會的歷史上面 可以這樣說 第一個議員提出動議辯論 就推動單車友善政策 將單車本身擺在一個重要的環保措施 和交通運輸的位置裏面 其實裏面這個議員議案 在去年的6月14日 都在立法會通報 當中也是明確寫著 要求政府積極制定政策 是輔助本地的單車製造業 和共享單車的行業 包括自助單車、租借等等 是推動這個行業的發展 甚至是給這個行業有一定的優惠 讓它可以是長遠發展的 所以我覺得長遠來說 我們見到第一間 也是首先來到香港落戶的高B bike 在結業的時候 我希望政府吸取這個教訓 也都促進政府 是正式共享單車 在交通運輸 和在環境政策裏面的地位 真正落實一些 是給市民用得著的單車友善政策 包括在特定的市區 市民常用到的地段 是實施一些試驗計劃 設出一些單車專用的道路 給市民當單車可以是交通的運輸工具 也都是希望政府 既然如果要接受單車 共享單車的行業在香港存在 要有指定的排位給他們 就著這個行業本身要有規管 所以我們見到沒有規管的情況下 我都留意高B bike 今次的結業的情況 一來來得很突然 二來我留意到 除了按金的399元 可以退回用戶之外 結餘他是不給一般香港市民 所以我都呼籲高B bike 當社會上有支持單車友善的政策的時候 他都要做一個好的榜樣 希望在消費者權益的角度 他是一定要做足自己的本分 也促請政府協助這幾萬個高B bike的用戶 去拿回自己應該有的權益 好 OK 謝謝 謝謝 謝謝